350多元就可以任吃7款凍海鮮 除了蟹腳 還有波士頓龍蝦 麵包蟹 和藍青口 另外還有很多款新加坡美食 和即勢班蘭雪糕 那些東西到底正不正呢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看 上次就和大家介紹過 西環盆港島太平洋酒店 那個人均只需要412.5的Stickation Package 裡面包了新裝修四星海景客房住宿一晚 和有整7款海鮮的新加坡主題舖票 上集就評測完間客房 今天就和大家評測它的舖票了 先說說大家最關心的防疫措施 出去拿東西吃當然要戴口罩 門口又放到口罩套被人自行取用 每台桌面上也有放消毒濕紙巾 在食巴桌上甚至放了兩部迷你空氣淨化機 所以老實說我就很懷疑到底有沒有用 這裡的舖票對我來說可以說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為西環的舖票選擇真是少之有少 而這裡的價錢算是比較親民 所以從小到大和家人吃舖票 很多時候都會選這一道吃 而陌生就是因為這裡在去年才剛重新裝修圓 不單是環境變漂亮了很多 食物的種類網絡也多了 我還記得小時候來這裡吃舖票 每次都覺得好像沒什麼食物 不過今次不單是看到冬海鮮有7款那麼多 我也沒辦法試勻每一樣食物 雖然食物的選擇似乎多了 但價錢依然都是那麼親民 本身剩價是488元零收加1 透過官網提早預訂的話有7折優惠 實收的價錢是358.4元 當然最低的玩法就是預訂我上次介紹過那個package 兩個人住每人加多50多元就有多間新裝修海景客房 雖然看來好像很貴 不過食物的質量同樣都是非常重要 那麼它的出品到底正不正呢 在正式評價它的食物之前先聲明一下 由於自助餐每天所供應的食物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我當日吃到的不代表酒店遲遲都一定會供應 先由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冬海鮮說起 有別於坊間同價位的舖票通常只有4、5款 正如我剛才所說這裡居然有7款那麼多 及得住5字頭價位 除了有多高質的蟹腳之外 也有爆多高的波士頓龍蝦 不過老實說肉質是來為偏硬 有點像在借拆折膠 另外還有通常在貴價店舖才有的爆高麵包蟹 其餘四款還有蟹、蝦、翡翠螺和藍青口 當中藍青口吃起來是極嫩 嫩到好像吃3毫的口感非常之正 但翡翠螺吃起來有差 扣了少許分 刺身這裡就有5款分別是三文魚 鯛魚、吞拿魚、白爪魚和欺凌魚 其中吞拿魚完全沒有根 三文魚很夠肥 鯛魚嫩得來很爽口 整體質素比元氣好一些 其原冷盤就有以下這些 由於想留土吃葉盤 所以就不得加笑了 接下來就到葉盤 這裡的蒲菲其實定期都會更換不同的主題 之前看過有些善果的報道就說做潮州主題 不過我來吃那天就已經轉了做新加坡主題 譬如在冷盤上就有這個名字有點搞笑的加多加多沙律 而說到新加坡最出名的食物 當然就不得不提海南雞 由於我見到前面的阿叔要求要雞給 所以我都跟著要點一份 口感是好嫩滑甚至吃得出有少許啫喱 雞味亦都好夠重 旁邊的油飯油香味濃得來帶少許薑黃清香 整體來說絕對不輸吃給我 在新加坡吃過的 有比於比較常見的馬來西亞肉骨茶 藥材味比較重 新加坡的肉骨茶就是以胡椒味為主 不過這裡的胡椒味我就覺得淡了少許 好在夠足料 仍然都可以喝到滿滿的豬骨鮮味和肉香味 而且那些排骨一咬就爛 好足火候 另一樣好受歡迎的食物是這些即燒沙爹串 幾乎每一次燒好之後不用一個字就被人拿了 有豬、牛、雞三款 老實說只有牛肉好少少 豬和雞都是一般貨色 好在燒得不錯 火力夠猛 麵頭焦脆 吃到很重焦香味 而配搭的沙爹醬味道比較甜 裡面有很多花生 野味一點 是一種適合我口味的沙爹醬 其餘新加坡菜式葉盤 我那天就試了以下三款 巴東牛肉雖然網絡和我以往在新加坡吃過的不太像 不過仍然都吃到很重香烈味 牛肉質量也不錯 淋得來很重牛味 星洲咖喱雞 老實說咖喱味道有點像港式咖喱 幸好雞肉和海南雞的雞一樣高質 而胡椒蝦、蝦肉鮮甜爽口 都是值得一拿的食物 沒有試到的葉盤就不介紹了 就這樣show給大家看就算素 有比於它的質素都算不錯的新加坡野食 浩菲一定會有的燒牛扒 這裡的反而只是一般般 燒得有點過濃 肉質比較粗 牛味也只是好淡好淡 而旁邊的燒羊腿叫做好一點 吃到有點羊味 同時吃不到鬆味 也沒有牛扒那麼粗 浩菲不少得的當然還有麵當 而由於做新加坡主題 麵當順理成章是有勒沙可以叫 有比於香港常見的通常都是好充椰汁味 這裡的是比較淡 因此一開始喝 你會覺得有種好像沒什麼味的錯覺 不過吞下肚之後 是會有勁大股蝦膏味 好厚淨色滲出來 似乎湯底好足料 另外這裡還有兩樣比較飽肚 但非常高質的食物 先說說這個炭燒芥蝦多士 外面的多士是烘到超酥脆 而中間的芥蝦 又挖得來蛋香味很濃郁 非常好吃 斑蘭雞蛋仔外面香脆 入面鬆軟得來夠實在 蛋香味也好夠重 只是斑蘭味略為淡了一點 另外由於製作雞蛋仔需時 酒店還要好貼心地 在每台桌面預先放另張紙仔 想吃雞蛋仔的話 只要剔一剔交給職員 做好了就會送過來 還可以選要幾大份 怕飽肚的話就可以選要四分之一份 最後就到甜品 除了有得飲食兩款黑的奶 比較搞笑的是 居然還有兩款著巢雪糕可以選 不過最正的其實是這些 即場用液淡來做的斑蘭雪糕 不單止口感超綿滑 也都極重斑蘭和奶味 是我近期吃過最高質的Handmade雪糕 而提起新加坡的甜品 不少得的當然還有巴蘭蛋糕 雖然巴蘭味沒有雪糕那麼重 但口感超鬆軟 空氣感十足 同樣都是那麼高質 其餘甜品款式老實說不算多 真是一眼看得光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是有很多聽起來很古怪 但吃下去你又會覺得接受到的甜品 比如董飲宮慕斯塔 只是下了好少辣椒 而微酸微辣的味道和甜甜的慕斯 都不會說不夾 香茅青檸芝士餅 淡淡的香茅味 反而可以令到cheese cake 吃起來感覺上沒有那麼細 只是香茅焦糖燉蛋 口感比較實 有點奇怪 另外這裡還放了一格很懷舊的糖水秀推車 雖然上面寫著香滑豆花和中式糖水 不過由於做新加坡主題 兩款糖水就變成了摩摩渣渣和五味蓮子清湯 因為都是些很飽肚的東西 實在吃不下就沒有試到 在旁邊甚至有棉花糖可以拿 由於是即整也挺受歡迎 想吃的話可能就要排隊了 在香港島太平洋酒店 其實是屬於信和酒店集團旗下 同集團在香港的其他酒店 都有主打新加坡菜的餐廳 而他在新加坡更加是融運著一間非常出名的酒店 The Fruitton Hotel 傅麗敦酒店 所以難怪作為期間限定的新加坡主題 新加坡食物反而還比其他食物更高質 而由於只是350元價位的舖票 回本位當然不多 但我那天都有7款凍海鮮 真是只吃他們都已經夠回本了 不過這裡都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缺點 第一 這裡除了咖啡和茶之外 就沒有其他飲飲的飲品 不喜歡這兩樣東西的話就只可以喝清水了 第二 始終整間餐廳都不算大 餐廳為了可以容納更多客人 所以桌子都排得挺密 幸好我那天客人不多 大約只有70克左右 如果full booking的話 出入拿東西應該會有點逼 第三 這裡的即正食物比例都挺高 不過人手是很明顯嚴重不夠 一個人要負責2-3樣食物 食製班蘭雪糕和棉花糖更加是長期沒有人看著 是我八卦問一下才知道原來還有這兩樣東西拿 因此如果大家真的來吃 又不想錯過這兩樣東西的話 記得主動走去問一下職員 好啦 今集集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以往試著過的其他香港酒店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有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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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